車掌 校長 老師 各位同學 同學 今天大家共聚一堂 上去一年前 學校正式推行電子通告的時候 我們都要有一個 心情 膽情的態度去面對 經過一年的事實 事實上證明了電子服務 對學校和家校的通訊 是有莫大的哺音 在接下來兩天之後 大家回到家長日 各位同學 會從班主任手中 會收到一份 E-notice 就是電子通告 家長用戶簽譜的報告 這張報告大家 是長列了 由9月第一份的E-notice 到最近上學期的 應該是2月 1月1月2日的通告 裡面包括了 加上不潛伏的情況 我們可以放大 去看看這份通告 是怎樣 OK 這張通告就是 上面最重要 一對你的名字 是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的話 請你退回這班牌 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班牌 應該不是8Q 應該是你的班牌 沒有可能是夠好的 這張是specimus 這些是樣本 一定是虛設的 另外 另外 不解釋一個很重要的事項 就是 各位家長 可能 你系統裡 還未曾設定一個 家長的個人現有戶口 如果家長未設定個人戶口 請家長 盡早 登入系統 i-account 是設定班 好了 這裏就是有提醒的 如果已經有 這裏會是打 列印一個 你家長現在用的電郵戶口 要對一對 如果家長的電郵戶口 打錯了 e-通告一出 是傳不到給家長的 如果家長打錯了 就可以了 可以了 可能有些家長 整年都收不到電郵 是沒有e-通告的通知 是靠你們回去通知 那可能是電郵打錯了 OK 那方文的家長 是比較嚴重一點的 情況就是 未曾輸入電郵戶口 是比較多方文同學 和新生的同學比較多 麻煩方文和新生的同學 提醒一下家長 下面呢 很少東西 下面就是關於一些 簽收的狀況 那如果簽收了 就應該是有兩個字 就叫做完成 是吧 好了 那這位家長 派這個虛構的家長 就是簽了一封通告 就是第一封通告 其他全部都沒有簽的 那有一項呢 就叫做 是不是不適用 不適用呢 就是那份的通告 不適用於你的辦 或者你的扣別的 那所以不適用 你都不需要理會 那如果需要理會 就是有些通告呢 那位家長可能呢 是還未完成簽著 那所以這裡有個提醒的 標語呢 就是說 未完成 狠奇潛覆 很簡單的 好了 那下面呢 是有一些事項 那這個e通告呢 是整個電子服務 或者數碼服務 沒有一個賺碼來的 這個碼布賺不穩呢 我們很難去推 電子收貸的 這樣無從 和你家長呢 是保持一個有效的連接 也都不能夠 未能夠和你家長呢 建立一個即時的 書上的往來 我們靠這個e-mail 去通知你家長 那刻刻很不想 是發短訊的 很不想發短訊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短訊 是有成本的 那方面呢 在一些特殊的情況 或者基於一些的 特殊的考慮 是都會發短訊的 那下面幾個字項 大家以為有些事項 有些事項 解釋給家長知道 這些資料幾時拿呢 大家看到 是2月7號拿的 那如果上面的資料 你不對 可能2月7號你簽了 那這些不要介意 那這個純粹就是 2月7號拿的資料 好了 那第二點很簡單 就 登入平台 簽個通告就可以了 好了 那下面呢 關於e-payment 家長的應該配合的事項 第一項 那這裡就是 電子收費呢 需要呢 將來我們的電子收費呢 尤其是一些選擇性的收費呢 那請各位家長呢 是呢 限期之前的兩個銀行工作天呢 就要充值的 將你的自然卡充值 那現在各位同學 將自然卡呢 應該有100元 大概100元 有些同學還沒有充值的 剛才我自己看過報告呢 大概是有924位同學 是智能卡充值 我們的中一至中五同學呢 是975 那就是還有 好幾十位同學 那這些語音是零的 你做不到事的 是真的做不到事 那我們將來呢 那些收費通告呢 先做一個過程是什麼呢 先做一個過程 首先是要充值先的 因為可能那個收費呢 已經是過了你的行額的了 或者過了你的充值行額 那如果你強行去簽這張通告呢 系統是不給你過的 不給你過的 很多時候遲了呢 我們不會再重發 因為你的選擇性 你過不了數了 學校只可以 當你們呢 是沒有需要求買這個項目 尤其是一些保重演習啊 或者一些旅行收費 這些這樣 這些是選擇性的 當然有些收費呢 是屬於全校性 一會兒會講的了 放心 OK 好了 接著就是 各項收費呢 必須在限期之前簽覆 這點十分重要的 因為如果限期之後簽覆呢 我們不會再發另一個通告 如果這樣呢 我們的數呢 十分穩定的 如果這些選擇性的收費 選擇性的購買的時候呢 比如說 有些數學五星級練習題 一半一百塊買 買啊 買啊 買你的家長 叫家長聽聽就行 首先衝一席 衝一席之後呢 然後才在那裏按抗疫 這樣就行了 如果不夠 今晚呢 那就不讓你過了 一會兒我會示範的 放心 好了 今天呢 我已經在十一點 發了一張 E通告給全體的家長和同學 這張E通告呢 就是1314 Strope IT-09 標題就是 電子服務家長用戶指 各位回去看看 可以了 好 跟著呢 我要在這裏看看 家長怎樣 改你的email 我希望今天的聚會 大家可以成為家長的小天使 因為家長的小天使 可能看到呢 是沒有理工 微精眼鏡的 希望大家可以成為你家長的天使 從旁協助你家長 簽收 還有呢 不甘改他自己網上的錢 當然不是叫你簽碼 密碼 你不要叫家長說你錢 因為這個是關閉到家長的主權 你不要叫他給家長 你都沒有叫家長 你都沒有叫家長 給你一個文化 這些千萬不要做 錄影錄是我說的 家長 知道嗎 OK 好 大家進去看看 看看這件事 好了 這裏講的電郵 很簡單 你在這裏 右上角見到一個地球 地球 這個就叫i-account 按下去 你要看到 ok 這個就是上 當然 這個就是虛構的 那國人資料 很明顯 這裏看到一個電郵戶口 這是 系統初次寫一個 是隨便的 即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 虛切的 那沒有可能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切呢 因為 初次我給家長 一定要有一個 是虛切的 手側 否則我開不到 資料給家長 就要有一點趣 好 那這裏就請大家 回到家長 打一個對的 就可以了 打一個對的 打一個對的 為什麼對呢 就是家長經常看的 亦都是手機裏面 會收到的 最好就是這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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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有些通告 有些同學 經常來打電話 是向我 或者向同事們 發出口交 這通告為什麼不見了 沒有不見 是沒有不見 那這裏的家長 有十張通告還沒簽 按下去 按下去 為什麼不見了 有沒有被人回答 很簡單 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現在是現時的通告 美國期的通告才是 在這個頁面裏面出現 知道嗎 美國期的 為什麼這個家長還有十五張未簽 因為他過了幾張未簽 因為他過了幾張未簽 很簡單 各位同學 回到家 麻煩成為你家長的小天使 好不好 家長未曾簽 請你協助家長 在這裏 左邊 有個下拉船單 下拉船單 就叫screw 下去 看到有一個叫 昔日通告 看到嗎 看到就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 OK 這樣下去 稍微打一打 是不是顯示出來 看到沒有 OK 不要再問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 我已經答過幾十次了 在電話答過 也叫email答過 也都是當面跟我答過 OK 這些問題 應該大家可以處理得到 未簽不要緊 我就要簽回 沒有問題 做錯了 做錯了不要緊 那我跟那班講 知錯能改 什麼呢 事博大言 有錯不改 你自己想想 好 好 不是說你家長 不是這個意思 是人知錯 是一定要改的 一些東西 你不改 你們永遠看不到東西 甚至是你們 都說 但家長 可能你是給他 神科人教 神科人教 有美完成 就做回他 沒有什麼 學校也不會追究任何制度 只不過要你家長 去簽回 或者看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簽就搞定了 你簽就搞定了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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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簽了 好了 最好看法的通告 簽了 當然不能再按 就第二次了 好了 這個就是家長 未曾簽譜通過的處理情況 就是這樣處理方法 有問題 OK 這個沒有問題 我想就要去到下場的狀態 我們回去 快點 因為時間真的好入閑 OK 這件事應該沒有問題 好了 跟著 我們已經 是實行了電子收費 那位同學 現在去電路室 書部神社中心 道書館 已經是收費 全部是用 處席卡 是給你收費的 好了 當中的情況是怎樣 麻煩上去 去電路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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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就可以了 我們每一張都收你同時的 應該是10萬萬,我幫你這樣 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用學生資人卡的教育 好了,謝謝 這個系統操作都減少了 你和我帶來很多方便 我們之前都知道 學生資人卡的考慮系統 現在學生資人卡的售賣系統 還有Jayson所做的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老師和我發言都很容易 最後都和我和我講 這個表達方法 在以前更方便發言 因為我們只要加上全資人 學生資人卡的考慮系統 我們可以用手去適合費 或者考慮系統 我們以後就不用再大現金 或者支援法會付錢 同時可以減低了 老師,你先來吧 聽到比較好 今次有7年 哪些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除了剛才David所做的黑白日甲費用之外 還有採識日甲費用 還有文化維修補貼用等等 嗯,那 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哪些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我知道 還可以在校補塵內處 和我們試試看 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我們只要用這張學生資人卡 就可以交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學生資人卡的教育系統 和一些國際教育系統 那不如我們現在去校補塵內處 看看 我剛剛幾乎 有一點沒有想法的 那不如嘗試一下 給錢吧 好,謝謝 好,不可以賣高等下這個 拜拜 咦,高等你想買個嗎 我想買一本單號寶 兩本英文作話寶 三本中文文化寶 好的 謝謝 那一本單號寶 二本英文作話寶 還有三本中文文化寶 總算是已經有夠觀的 那沒有問題的 可以發達他 我會有夠觀的 OK 太好了 人多了 我想問 如果辦堂買飯 用多少錢付錢就好了 不好意思 是不行的 因為辦堂是獨立營運 所以我們不可以用這張市場交易 我們還要帶一些現金去付錢 這點要付錢 OK 沒有問題 其實除了電腦室 圖書館 校服務室 可以用這張卡位秘書之外 學校所發出的一些繳費通告 如果家長這樣抗議 或者求犯的時候 校方都可以在有關的費用程度求犯 我們暫居的情況下 都要簽通告 以及要成就足夠的錢 等著先 剛剛說了更久 比如說家長可以怎樣入籍 學校主要建議用兩個圖書 是一個增值的 第一就是透過繳費人家 家長可以透過電話 或者網上繳費人家的增值 第二就是網上銀行地財服務 其實之前學校都帶過定置通告 你之前我首次增值的燈額 是港幣100萬的 Gordon 你是增值的嗎 我早就搞定 公共有個疑問 就是網上的增值之後 不知道網上繳費工程 之後呢 知道網上繳費工程 之後呢 技術是零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或者這個問題 讓我解答你了 由於 繳費來公司都有個結束時間 那個結束時間就是馬上七點的 如果七點前呢 有錢的時候呢 就在第二工作天的十點就會延遲 但如果在晚上七時之後 星期六、星期日或者公眾假期的話 就在下工作天的十點才會延遲 例如在星期一的晚上七點前入錢呢 就在星期二的十點就會延遲 但如果在公眾假期 星期六這樣入錢的話呢 就應該在下工作天 例如星期二的十點才延遲 所以呢 不以上兩目的 即是沒有上同一個人之外 還有其他目的可以入數的 但其實呢 同學呢 可以去到同選舉到一張 有條牌的數字啦 就是這張啦 那家長仔可以去到就近的 OK或是朋友便利店的增值 最低增值金額呢 是港幣一百元 但記住 其實學校是不建議這樣做的 因為這樣做呢 其實增加了憲值的費用 希望家長可以理解 是 我可以幫你教練 真是多謝你 我可以教練 但我呢 為何還要做出一個文呢 是 等等 為何這麼多問題 問的 有張卡是 你做甚麼出來 問多些聖意 先 但我想問 如果呢 我忘記了一張卡 你知道我大概怕 如果被記者找不到的話 那裡面的錢都沒有了 那就很難看 或者這個問題 我回答你 你忘記了一張卡 第一時間介入去圖書館 就好實 那圖書館呢 之前都說過 沒有一張男子或生事人卡 那你顧口裡的錢 就會傳入這張 男子或生事人卡 記住千萬不要人 其他人的卡就付錢了 那我明白了 那我都沒想到的 但是 那我相信你現在正好說了 真的多謝你 那些人 等等 等一下 我要去交給我 不說一次了 是的 算了 那我回去再說吧 好 拜拜 拜拜 多謝三位主角 也要多謝 導演 周小姐 給我一點掌聲 周小姐 這是第一步的掌聲 這是第一步掌聲 我們掌聲的方法 剛才講過 有三部的方法 三部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不鼓勵你 用那種的條碼訊息呢 因為呢 學校要給昂貴的行政費 那唐約你家長 或者各位家庭 是有數碼障礙的 那什麼叫數碼障礙呢 家裡沒有我入場 或者家裡連電話都沒有 有沒有的 那我先咬你 他給你一張條碼 那這些情況 請你們先見一見我 好嗎 我會和你家長去談一談 然後再給你一張條碼 那我想學校十分之不建議你這樣做 那為什麼沒有現金增值呢 因為我們呢 已經在了 那意向已經十分明顯 我們不想走回頭路 我們希望學校變成一個 沒有現金的校園 那由於鈔票給你增值呢 根本我們用鈔票庫門差不多 那也是加重我們現在同事的 工作行政的壓力 所以這個系統呢 主要也是減少這些 不必要的合績壓力 好了 那我這裡講過了 就是了 家長增值了之後 那些銀行呢 就需要下個工作天呢 才可以呢 將你的增值的資訊呢 傳遞你的以卡殺卡 學校呢 學校呢 學校就是負責 就是負責是怎樣 切營一個售備項目 那比如呢 近期呢 有一張通告 不知道大家中三行有沒有懷疑 那張通告關於 是買15元 那張15元呢 那張15元呢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用E收費的 那如果呢 將來呢 這張通告要怎樣處理呢 那張通告就會成為一個呢 全效性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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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全效性收費呢 我們會發張E通告 給各位家長 家長呢 就要呢 確定在我們收費的日期之前呢 要重號你們的智能卡的 一個現金的總值 那譬如說15元 那如果你智能卡已經有15元 就沒有再重值了 那要用夠呢 先重號先 最好就是在下期之前 兩人先重號先 然後呢 我們在下期之後呢 就會安住我們所定的日期呢 是跟你在智能卡裡面 集體過數 沒有得說 沒有得說 yes或no 這些叫全效性收費 還有沒有全效性收費呢 有 有 學生會費 有沒有人缺免呢 應該沒有人 沒有人缺免的嘛 你是學生就要收 加學生會費的了嘛 那全效性收費呢 我們是 反而通告 提醒你 家長 增值 就這麼簡單的 好了 在智能卡扶室那裡 這裡分開兩個大 兩個柱頭 一個就是大家同學 項目裡面的消費 EPOS 那另一個呢 就是呢 全效性的收費 和選擇性的收費 那選擇性的收費呢 剛才我已經在 那張的 家長報告裡 講了少少要點 在這裡呢 不應其分 去講一講 那家長呢 一定要在 限期前兩天呢 去增值有關款案 然後才好抗議這張 這張的收費通告 否則系統是不給你過的 甚至限期完了之後呢 學校只可以當你 對這個的購買 是 沒有 任何的興趣 那我們只可以 照顧你這個需要 只可以直接 按 有回應的通告 去處理我們的購買的程序 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下 那不要說 我記得了 可不可以再開花呢 對不起 希望各位同學 不要加添任何老師 或者是我們的同事的壓力 因為我們已經是 繼續時限來的 還有我們呢 校務處也都會 時刻是跟進 是發出一些 提示的短訊的 那我們呢 不會是個人 截是個人提示來的 我們通常是掛低 三日前 我見你未交 校務處會提出出 SMS提示短訊 會發出這些家長的手機 家長應該收到 那當然呢 有些通告呢 是 全校性的收費呢 我們有另外的做法 就是會 校務處會傳字仔給你的 你未入夠錢 我們扣不到數 我一定會傳字仔給你 你帶回給家長呢 家長呢 請家長是入完好數字 然後我們替你家長的帳號 那裡 你的帳號 已經入好數了 我們才扣錢的 大家清楚了嗎 好了 那筆流程其實很清楚 好了 下面那張呢 我們來看看 那這裡呢 就是已經有個家長用戶子 已經是重新修訂的了 今天已經是 用義通的形式 發行給各位家長 那裡面呢 包羅萬有的 好了 我幫大家看看有沒有 OK 那很多東西的 很多的細項呢 已經是 在裡面顯示的了 那有多少間行可以接受 我們的BPS呢 你看看 是不是在這裡 二十間 那你知道家長的戶口呢 在二十間裡面呢 我可以用電話 撅廢力去撅廢的了 OK 那這個二十間 你自己回去慢慢看的通告了 這些不參與了 OK 好了 下面 好了 下面呢 有一些呢就是呢 這個呢就是呢 這個呢就是呢 撅廢力的程序 很簡單 自己回去慢慢看 逐張圖 跟著去打得了 沒有東西的 你懂字的 是不是 是吧 如果家長不看平呢 請各位留學 成為這次 我這次 好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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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可以 學習一定要當自己 學習一步 不要當自己任何東西都吃光 我是任何東西 我當自己完全不懂 從一個白癡一張去看 最好了 這個就是呢 我們可以終身補開考察了 另外呢 有一個呢 這裡呢 尤其是注意 有些家長不喜歡用EPS 是喜歡用網上銀行的交費 注意 網上銀行交費呢 銀行有些限制的 這裡一會再重複 這張呢我們不說了 OK 好了 下面一張 繼續 這裡 好 再下一張 好 這個呢 電話的小費 操作呢 就是這裡 我怕不准用手機 所以我現在不可以用手機試給你 不可以的 那大家跟著 這個手機這個script 你就可以了 跟著這個指示 是和你的智能卡登記 登記了之後呢 就打10335 電話不可能沒有的 好了 如果你說沒有電話呢 我都很難相信 這個家庭是有什麼困難的 電話應該是會有的 好了 如果 銀行戶口有沒有 銀行戶口一定有的 是不是在那20間裡面呢 我想都是 都很廣泛的 那20間 有些當然沒有 那些銀行很低 是投資銀行 他們沒有的 他們得二次銀行 人道銀行當然沒有 因為那些 比較低的銀行 好了 但是那些主立銀行 一定有在的 至於學校編號 62310 就行了 好 最後一張 好了 你們是上網 或者是智能卡 或者是矯桂寧 那個的 增值的編號呢 大家不要搞錯 是你的學生編號 應該是正面的 上面有上角那個 那他真的留一張卡給你媽媽呢 不用 不用 你把你的卡的編號 告訴你媽媽 簽就可以了 那你把卡要回來 要簽到的嘛 你把卡回來 要考近的嘛 那你把卡給我媽媽 他去 跟著這個號碼 我不用抄給他 好了 好了 進一次已經可以了 好了 那下面呢 這裏就是智能卡的銀行 這裏呢 剛才那張戲已經有說的了 那至於有兩間銀行 令我很害怕的 一間就是恆生 另一間就是恆復 如果家族銀行戶口 是恆生恆復 那麥南國網上是恆生的 那我問過 為什麼 他打不到 只是因為他有些問題 他打不到啊 現在 恆生和匯豐 可以的 那cratic card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的 OK 那用cratic card去針對 順手賺為這份熟 何樂而不為 你說是不是 OK 好 再一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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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試幾樣東西給你們看 因為這裏 試給你們看 你很難成為一個天使 OK 我從廢林的爭執 那這裏呢 首先試一點點東西給你們看 OK 我要用這個 blower 我事先已經入了 我走開這裏 OK 這裏 這裏就是網上廢林 網址就在這裏 那你這裏呢 你打一個 啊 當然了 我要決定了 好 然後打他登入 OK 好了 但是有少許時間 因為現在是空霸片 什麼都沒有 那你要先登記那張單 網上廢林 是可以做到的 即是說 你登記了廢林 可以電話 亦都是網上廢林 那首先登記了就行 好了 那首先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記得我後編有多少 62 多少 62 33 19 開 搞定 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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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你的智能卡片 可以看到嗎 譬如我做一步上去 我可以做一步上去 譬如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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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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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保安程式 這裏最重要是你加上一個打蠻藝術 好了 打蠻藝術 當然你記住我今天沒有用的 因為你記住花嫂就能吃 OK 應該是對的 因為它的保安很嚴密的 就是這些東西 好了 打蠻藝術 但是成功 好了 打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網上銀行副本在哪裏 想你們看看 應該有沒有一個Payment Bill and Payment 看到 回去 指示給你家長知道 很容易做的 早日錢包會上癮 掌握 要不要 要不要亂打 我做了一句話 請問一下 我去當我幫忙幫忙幫忙 幫助你家長做的錢 可以了 很容易 為甚麼科技在那裏 你不懂得 我們其實浪費很多很無貴的時間 去處理一些排隊交錢 我想這個年代我不是很接受排隊交錢的 甚至要把所有不斷去追來交錢 我覺得這樣 你只會虛報自己的價格的時間 虛報和的學手光影 好了 接著要選擇 選擇什麼呢 好了 選擇下去 有些銀行呢 就比較這裡是設定 就比較是類軟一點 不跟似著的 行星就比較好些 那我再選擇下去 還未到壞 好像有了 有了 我不要選小學了 我們現在不是小學了 OK 選錯了 不要再選一次 再選一次 ABC ABC 再按下去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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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了一次 你可以save它 以後再用這個template 這個template 就成為你將來 交錢就能夠難 應當確尺尾吧 按下去 按下去 OK 這樣已經選好了 好 好了 你的bill account 譬如說 9901 11220 那間是隨便 花費多少錢 100元 是吧 100元 最少呢 我希望呢 100元齊頭 選一個account 選一個account 我會有兩個信用account 它會帶著波羅斯 隨便 然後就是process了 那當然是process了 以後就編了 好了 明白了嗎 很容易做的吧 OK 當然呢 家長的戶口 你要接吻家長 因為家長未必會被密麻煩 而家長沒有需要被密麻煩 OK 好了 最後兩個 講完整體了 我要完成了 OK 那這個就是呢 嗯 我要示範去簽覆一覆的 要費通告 那這個呢 就不是我們學校的內密網 來的 是一個虛構的學校 好 好 那這個就是呢 你看到這個通告裡面 已經是一張了 那些收費通告是怎麼設定的呢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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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有沒有一些通告呢 哇 很多通告 我們將來呢 如果是epayment notice 我們將通告是EP的 EP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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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就是要付錢的 上通告 好了 比如說有個通告 芬蘭油 芬蘭油 OK 二萬元元元費 去不去 去不去 好 你說你家長想去 但是他不夠錢 有什麼效果 看看 一二五金 不給你去咯 那就是說有幾種情況呢 第一種情況 你的戶口夠錢 上去 很簡單 這樣確認得了 第二個情況 戶口 不夠錢 你又上去 那要怎樣 贈情咯 第三個情況 你戶口不夠錢 又不上去 啊 電卡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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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夠錢 不上去咯 那你給你 四個情況 不夠錢 又上去咯 啊 那你給你增值咯 那四個情況咯 你自己學習 一定要四個情況 齊齊了咯 有錢 上去 很容易咯 accept就行了 有錢 但是不上去 decline它咯 是吧 沒有錢 你上去 增值咯 沒有錢又不去 就decline它咯 明白咯 有沒有第五個可能 沒有解決 沒有吧 OK 還有一張 我要試給大家看 就是這張 例如說 學生會費 這張一定夠錢 這張很低的 這張就是 四千多元 那現在學生會費 就是一百元 確認 一二確認 好了 一定要交的了 這些是 按了之後 這個就補充 再反悔了 那如果按錯了 譬如說二萬元團費 按錯了 怎麼呢 寫信來 麻煩你 請你家長寫信來 寫信給我們校長 校長會把這張信件 轉達你的帳戶 替你退款 因為大麻煩二萬元 我們不想收場 收到你 明白咯 可以的 但是我們不是輕易 打電話給王Sir 王Sir替你退款 我會做這樣的事情 明白咯 OK 最後一件事 家長怎樣看到 他自己用了多少錢 這裏有上角有一個 我的赤人卡 我看過幾乎 你看到嗎 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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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去吧 每月效庭紀錄 看到嗎 這個和我全部沒有拍卡的 很簡單 好 還沒想到 我的分享到這裡為止